哈囉大家好我是Denise 今天呢我想要跟你們分享一些 我在澳洲生活所發生的一些小趣事 那很多事其實是我剛來的時候發生的 因為那時候沒有出國沒有見過世面 那現在很多事情我都已經習以為常了 不過呢對你們來說可能都還是很新鮮 所以希望你們會喜歡 Let's go 我的眼睛美嗎 雖然在澳洲呢可能是因為好山好水 所以大家都有一雙健康的眼睛 不像在台灣每十個人裡面就有九個人進市 所以隱形眼睛在台灣非常普遍 而且我們也有什麼美瞳放大片變色片 各種顏色任君挑選 然後我通常都是會帶著灰色的隱形眼睛出門 所以呢很多老外看到我的第一反應都是 Oh my god Your eyes are so beautiful Are they your real eyes 那我內心就是這樣子 I wish this is my real eyes 我會非常戲弄的回答他們說 Yes this is my real eyes Oh my god This is amazing 然後我就擄獲了通常人的芳心了 然後我就擄獲了通常人的芳心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你在喝什麼?你在喝熱水嗎? 有一次呢我旅行到澳洲的凱恩斯大寶礁 然後我參加當地兩天一夜的旅行團 然後當天晚上呢 我們就結束了一天的活動 突然疲累的生殖到了教育廳 然後我們就泡茶泡咖啡 但是我就泡了熱水來喝 這時候呢就有一位很年輕 非常年輕我還記得她只有19歲 一個很年輕19歲的法國小妹妹 就這樣子驚訝的看著我 你喝這個嗎? 你喝這個? 對啊怎麼了嗎? 很冷耶 所以你平常都喝這個嗎? 對啊 因為我不喜歡喝咖啡 然後我也沒有很喜歡喝茶 我平常都喝這個 我剛開始其實不了解了 她到底在說什麼 我只是想說 難道你是不喝水嗎? 這天氣下難道是有哪一個國家的人 是不用喝水的嗎? 然後後來我才恍然大悟 說喔 原來你是在說溫水 因為在他們國家呢 他們要嘛就是喝熱茶 熱咖啡 熱巧克力 就是沒有人在喝熱開水這件事 如果他們要喝水的話呢 他們都是喝冷水 我覺得真的是在澳洲好像是一樣 Anyway呢 所以之後呢 你知道他怎麼樣嗎? 他就跑去廚房幫自己倒了一杯溫水 O overthrow你 我會沒有喝熱眼 我會再跟你們想說 我會再次喝熱水 我會再次喝熱水 你應該會再喝熱水 這一定可能不太會 我會練習他的喝熱飲嗎? 這一定不太會 這也很努力 這一定很適合你的但我會練習他的喝 想要學怎麼煮香菇雞湯的話 那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就會教你怎麼煮 今天呢我閒來沒事 然後我就煮了一碗一大鍋的香菇雞湯 然後我就分享給我的澳洲朋友喝 沒想到他們竟然回答了我 Denise我們做錯了什麼嗎 你為什麼要給我喝這個 阿嬤的臭襪子的湯 他們不懂得欣賞亞洲人的美味 大家都知道東西 飲食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那其實我剛開始來的時候 適應的非常好 因為我是一個可以不吃飯不吃麵 可以活得很好的人 但是呢我剛到澳洲的時候就被邀請到一個澳洲人家家庭的聚會 然後就很開心的去啦 沒想到到了午餐時候呢 我就非常期待不不吃午餐了 不知道他們會吃什麼 但是當我拿到午餐的時候 我整個人是大傻眼的 因為在我的餐牌裡面竟然只有 三根香腸加一團花椰菜 三根香腸加一根花椰菜 就沒了 這道理 算是 這是點心而已吧 沒錯這就是他們的飲食 這是他們的午餐 我去過每個人的餐盤都跟我一樣 他們沒有特別虐待我 我當下其實有點錯了 不過呢我現在已經 非常習慣如果我的餐盤上都有香腸 或是到餐廳點餐那個 Main course 就是如果寫說是香腸的話 我也不會太意外啊 而且我已經開始 也是蠻享受這邊的香腸了 好啦這就是今天 這幾個小敘事想要跟你們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幫我分享 按讚留言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